华夏古都 山水之城 西安这座有着三千一百年建城史和一千一百年建都史的中国城市 和雅典、开罗、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西安浓缩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 印记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西安是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 今天的西安又是一座充满创新活力的科教新城 每年有五十多所高校的二十万大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 西安外国语大学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四所外语类院校 紧抓国家高等教育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立足陕西、服务西北、辐射全国、面向世界 这里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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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未来政治外交人才的汇集地 这里是西北最高对外关系的学府 这里是一个让你觉得自豪的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作为新兴专业的代表性学科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 一直都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活力的地方 自2006年学科独立以来 国际关系学院在西安外国语大学 便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看似不长的建院历史 其书写下的故事已值得我们去慢慢品味 而这些对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来说 仅仅才是一个开始 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 国际关系学院形成了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即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相关的业务技能和较高外语水平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团结一心热情洋溢的国官人 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员与建设者 为国官增添每一份光彩 是我们作为国官人应尽的职责 也因此国官人在各项活动中一直保持着不断创造新成绩的动力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大学的意义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奋斗的价值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俯瞰世界的眼光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解读实证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等你来探寻 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体系 以历史为依托 以理论学习为框架 以战略分析为发展 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专业学习 学院用专业性较强的文献做教材 建议国外英文版本著作 来增加学生翻译能力与理解能力 同时结合当下实证与国际要文 在第一时间交谈分析 激以学生分析问题的方法 与对待国际问题的读到眼光 在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能力 我愿同时注重学生的英语学习 并且将英语作为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促使学生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交流 学院还邀请多名外交大使作为客座教授 定期来我愿讲学授课 用鲜明的外交案例和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 使学生感受到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性 深厚的历史积淀 国际化的视野 使国际关系学院成为我校最有影响和最具特色的学院之一 我愿以雄厚的师资力量 丰硕的科研成果 完备的教学体系和专业的配套教材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交外事 国际问题研究 政治学与行政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国际关系学院形成了年轻的教学团队 创建了鲜明的教学特色 多元的文化环境 营造出锐意进取的学术氛围 历届学子从这里汲取营养 成为了祖国的栋梁之才 在这里我们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 在这里我们体验家的温馨 在这里我们充分享受成长的快乐 它是我们共同的学院 共同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